原标题,速看。 年底了,家住小区的赶紧看,这些上门服务要当心。 一到年底,就有人蠢蠢欲动了。 近日在网上有网友爆料又在小区里发现了这种通知公告。 年底到了这种通知又出现了内容说的好像也没问题呢。 要检查的事情也没毛病落款甚至还有公章。 然而对于这种检查通知大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异常骗局。 这快到年底了拉风哥发现交自家门的上门服务越来越多了。 你好,我来检查一下你们的煤气。 你好,小区统一安装报警器,麻烦你开下门。 然而机智的拉风哥早就砍穿了一切。 一到年底大批受骗你到每年的这个时候许多小区就会得贴上各种通知公告。 然而小区张贴的这些通知却很多都是迷惑不小的骗局。 很多人一听说有危险性还有爆炸的可能很多受骗者想都没多想就吓得赶紧付钱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防不胜防的上档了。 南京的李奶奶就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自称燃气公司的男子敲门检查燃气设备。 但这名超表员异常举动却让李奶奶怀疑根本没有拿设备检测。 就说燃气表阀门要换并且骗子所说更换价格原理。 安装的柜李奶奶便要求看男子胸前的工作正在男子却称只是进行登记就立即下楼离开。 李奶奶家楼下有模有样的假通知李奶奶的邻里面也被骗子问候。 骗子上楼主层告知住户更换燃气安全罚病收费甚至还有人表示一个不小心上当地交了情后再也联系不上骗子。 一到年底就有无数人上当的骗局其实手段简单低端但就是利用了人们的心理弱点所以屡屡得手。 骗子套路其实简单这种骗局最大的特点就是冒充燃气公司以官方的口吻利用人们对燃气安全性的重视尤其是对于上了岁数的老人非常具有迷惑性。 第一种免费检查 检查过程中表示设备需要更换防暴管、加装安全装置等等,又到用户安装,收取一百到几百元不等费用。 第二种 明码标价 已燃气公司名义 要求用户统一更换软管、暴警器等设备。 入户后先是夸大其词威严洞贺紧接着就推出其安全产品之后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又或者又骗你 安装了某产品价格很低的劣质或漫天要价拉风哥提醒拉风粉们 正规的燃气公司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而且在安全检查期间安检人员穿工作服带工作证不会推销任何产品。 骗子的套路的是花样摆出一个不小心就上当的听着低端简单的骗局却有不少人上当。 上门骗局花样繁多拉风哥在网上随意一搜就发现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过类似骗局 其实骗子手段并不高档还是不断有人被骗。 除此之外类似骗局还有很多全都是假的。 拉风粉们注意了。 统一安装煤气安全法。 别相信。 身穿制服挂着燃气公司证件冒充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称统一安装煤气安全法。 基本上可以不予理睬的光门了。 小区统一安装报警器。 是假的。 这些人通常会冒充物业或居委会手拿名单称免费给小区主护安装防盗报警器。 而安装过程只是拿出一个白色的防盗紧撕开上面的双面胶贴纸直接粘在门上。 安装完所谓报警器之后收取100元的维护费。 实际上这个防盗报警器成本不过几块钱甚至更少。 上门放卖蟑螂药。 不能买。 穿着工作服的人说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向居民售卖蟑螂药。 可是小区的蟑螂药都是居委会免费发放一般片子穿着白大褂。 胸前佩戴工作证自称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并且要求每户居民必须买蟑螂要免账上门推销的信用卡。 陷阱多。 如果有人上门给你办理银行卡你可要多留个心眼。 对方可能是骗子骗子假称办理银行卡套取受害人身份证和其他银行的信用卡信息信用卡会被骗子恶意透支上门推销的残词被不能买。 骗子每年天冷都会专门上门推销残词被很多拉封粉都不知道其实他们的残词被是假的等到发现假的骗子已经联系不上被子里面什么东西做的都不知道但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在这里哥再次提醒拉封粉们涉及到钱的交易再小心都不为果。 千万不要相信小区里类似的通知也不要相信假冒工作人员的上门推销更不要随便让他们进门以免上当受骗。 来源,图文综合制网络安全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亲全请联系我们及时处理关于我。